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7日 星期五 大家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過這個海獅餅店 拖欠員工的錢 不單止是 拖樑 也沒有工強積金 當然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我昨天也說過 海獅的老闆蕭偉堅在 麵包界 蛋糕麵包行業 可以說是 手撿牛耳 叱冊風雲 昨天我說保守估計超過10億身家 他拿著的物業其實是 我想20億也可能不止 是很多很多物業拿著 但是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呢 昨天 收到很多網友的報料 因為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其實他在行內 聲譽很好 供應商 各方面也不相信他會走路 但是 問題就是 拖數拖得很厲害 在每一個範圍 可以拖的數都拖 盡量前線的員工 他就不敢拖數 但是 其他很多範疇 昨天說過 中間 中層 甚至乎高層 那些就被拖略 甚至乎 他的兄弟姊妹 都有出現拖樑的情況 這個真是獨家了 他接近身邊的朋友就忍不住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蕭偉堅 是一個好老闆 是一個 有信用的人 他真是 有拖冒險 不過這次 有很大機會 以為蕭先生會爆煲 我們也很不想 發生這些情況 不過 遇著這樣的市道 真是很嚴重 我們也跟大家說說的新聞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下我們的 獨家爆料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好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式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只能夠在後備頻道廣播 主頻道要等下個禮拜才可以恢復 希望大家多多綁場 多多留意 現在 如果大家 經濟許可的 就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經濟一般 也不要緊 免費模式 幫我們無限烈點擊廣告 無限烈最好在主頻道 因為 後備頻道 相對較弱 主頻道 點擊的效用大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在那邊支持 因為那邊 沒有影片出 一跌就跌很多 靠大家頂住 說回海獅餅店 新聞今天再報 欠很多地方的租 總共欠租欠稅2000萬 他擁有 擁有過億的民業 全部抵押 不斷被人追租 原來 有傳媒 找回海獅的母公司 原來海獅的母公司 在9月底給稅局入稟 追討1400萬的稅款 近年也經常 被業主追租 和債主追債 今年只是租金和追債 超過500多萬 海獅 餅店的母公司擁有多間地鋪和住宅 市值億元 其實是很少的 這些只是小事 最少有20億的民業 我估計 但是公司多次向這些財產借錢 把這些民業抵押 今年8月有債主向法庭申請押忌令 確保公司還款之後才可以再買賣物業 公司 持有的九龍城豪宅 去年年底也給了多個債主入稅申請押忌令 給拖樑的海獅餅店 由蕭惟堅家族的海獅食品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導線蕭惟堅 袁雪全 他的太太 同時兼任股東 佈著同一地址 公司另外兩個股東 蕭惟成和蕭惟明 他兩個弟弟 其實就不是資深投資者 不是舖位投資者 根本沒有人認識他 每個都是看蕭的 曾經入市投資九龍堂的牛津道一號雙號陽房 何文田天住福色單位 這些是糟糕了 這些是糟糕的 根本 買這些屋 就是 令到他債務加重負擔的一個主要原因 今年海獅 在9月底 即是上個月 被稅局入品追討 欠稅1400 剛才所說 另外還有13宗被業主入品追討 因為沒有交租 涉及至少7間分店 總共540萬 有13宗入品 有5宗 是業主向高等法院要求收回的店舖 即是拖了很多個月的租金 被追討的店舖就是粉嶺分店 8月被追60萬 被追6個月租金 60萬即是10萬元 海獅食品另外一個品牌 麵包秀在荃灣的分店 在6月份也被追逐兩個月 30萬租 即是兩個月沒有交 他們 持有的部分的物業 包括 海光街有兩個舖 這個舖是貴的 海光街有兩個舖 以前 高峰期值10億 太古坊那邊的位置 很旺很旺的 高峰期是 不得了的 現在不知股值有多少 另外 還有 住宅在九龍塘有一居 海獅食品他們有物業 向銀行財務公司抵押借錢 很嚴重 海獅 其實1980年成立這間餅店 現在有54間分店 也有 半熟蛋糕專門店品牌 半熟工房由他的兒子蕭亭鋒經營 這間 半熟工房在金馬輪道口是有一間的 賣蛋糕 初初很多人排隊的 後來熱潮就過去了 他們欠員工 昨天說過了 拖欠員工8月份的薪金部分 以及 強積金工款70多萬 海獅昨天出了一個聲明 受長達兩年多的武漢肺炎疫情衝擊 在經營上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口驗 以實行不同開源折留方案 又承認由於財務上安排 部分員工8月份薪金未有及時發放 聲明後指 管理層正職的跟進事件 承諾將本週內安排適數發放 欠款 欠款 好了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 海獅餅店為甚麼會搞到那麼嚴重 真的要跟大家爆料 這一節料 我想 全香港我們 做這個媒體 我們是獨家爆出來 對於蕭偉堅 昨天跟大家說過 在行內 可以說是響當當的人物 首執牛耳 那麼他 也是員工口中的好老闆來的 不過 出糧方面 一向也有一點拖 越是人工高的 他越是拖 機層那些他也不拖 因為他也知道大家要開飯 相對於高收入那些他也拖 包括 據說 他們身邊的人 皇親國戚 個個都拖樑 所以很不滿 那些人就說 蕭偉堅 拿了所有海獅的現金樓出去供樓 因為他 最近幾年 買了很多很多民業 投資過度 使得 銀行召開 為甚麼呢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們 最近是買了很多的民業 包括在嘉年溫那裏的地鋪 荃灣那些城座野 也買過不少的民業 不方便逐一說 但是 買了很多億民業 使得 他現在手上的民業 我想超過20億 連住宅 連鋪店 也有超過20億 但是 那麼大筆的財產 其實主要是銀行 透過銀行借貸 海斯有很強勁的現金樓 幾十間分店 每天都收了 所以銀行是不斷借錢給他 但是直至 武漢肺炎爆發 武漢肺炎爆發 對於麵包是沒有影響的 反而 爆發初期 生意更好了 收益更高了 但是為甚麼會搞到海斯那麼嚴重 不行呢 就是因為他買的物業過度借貸 因為你沒有受影響而已 但是你拿著的舖位 就受整體市道影響 因為他不是全部自用舖 很多舖 是要 跟別人租的 我想他 自用舖最多是十多隻 有50多間舖連同其他品牌 半數工房那些 全面包售 那些要交租 那些交租當然要想辦法拖 原因是甚麼 他 就是盡量把生意的錢供樓 為甚麼會那麼嚴重呢 正常來說 銀行借得給你 就是因為 整個市道塌了 零售市道塌了 零售市道塌了 他拿著的舖有很多是零售舖 零售舖 怎麼會那麼嚴重呢 本身那隻舖 大家都知道最極端的例子就是 海房道 廣東道 羅素街那些 曾經最高峰價值 租到200萬的舖 現在只能夠租回15萬20萬 即是跌了九成 那麼你想一下 那個舖的 那個 民業價值 會跌多少呢 銀行不夠膽跌九成的 你以前那隻舖值5億的嘛 租200萬 可能5億也不賣的 200萬一年2400萬的租金深入 10億也不賣 當時覺得值10億的嘛 現在銀行不夠膽跌一億嗎 不夠膽 因為你要叫孔子 所以 銀行股值起碼要下調三至四成 大家想一想 下調三至四成 那個是多嚴重呢 假設消費兼買10億物業 下調三成 10億物業 當你借7億 當你借7億 銀行借7億 那麼那個7億的股值下調三成 是不是要拿1.8億出來 是不是要填1.8億出來 銀行那裏叫孔子 四成 四七二十八就是兩億多 三億三六十八 大家 大家想一下 拿一億兩億出來 去叫孔子 他呢 最重要就是 給銀行叫孔子 買得太多物業 這個情況 當時我聽到 當年的預記 十幾年前 大家記得一家預記嗎 預記 其實他 老闆 很精明 他知道物業市道 正在升 不過 其實 真的過不了那個關 等不到市大升 已經被銀行 迫倉 迫爆了 接著也拍了物業來抵債 他當時就是把所有的收入現金流 盡量伙計人工 拖 供應商的貨款拖 什麼都拖 全部都把所有的錢全部供樓 這次 很明顯 蕭先生 也是 同樣的問題 因為銀行在拖洞 突然間你要去還那麼大筆數 民業又賣不了 因為 比你賣入的估值低很多 你的店舖買回來 5000萬 現在的估值只有3000萬 你 本身也是 借錢的嘛 賣出去 他可能 沒有了一個店舖 還要欠銀行的錢 拿錢去贖身 那你怎麼賣呢 是沒有得賣的 沒有得賣 怎麼辦 頂住 先供樓 銀行又要在其他地方調錢過來 所以 形成他的現金流 全部 大部分可以抽的錢 全部都要供樓 這個問題就真的很嚴重 這次這個風潮兩年 很多人受不了 據地產界朋友告訴我 大鴻輝 也被人扣洞 也很嚴重 要沽貨套現 大家知道大鴻輝是 很厲害了 拿著幾百億物業 據說被銀行扣了60億 大家想一下60億是什麼概念 你拿著很多物業 幾百億 銀行要你補60億的 那你60億到哪裡來付呢 身上一定沒有那麼多現金的啦 手上的現金一定沒有啦 60億 又要供 到處就要拿錢去填 人家的數字 收到租金不夠 收到租金不夠 那就要 找其他方法啦 要賣東西啦 大鴻輝就不是 做零售生意 純粹是收租 你收租 你除了賣資產之外 你沒有可能填到這個孖子 海鮮麵包就直接了 它有現金流 所以銀行可以先讓他 拖著 但是他已經 拖到工太盡了 據行內人士說 供應商 盡量拖數 盡量不抓住 伙計的高層薪金 因為基層那些 萬幾元的 拖來也沒用啊 當然是高的那些 幾皮東西才值得拖的 幾皮東西的薪金也拖 供應商給你的貨也拖 業主的租金也拖 因為 業主的租金條數大嘛 幾十間店舖 平均每間十多萬租 幾百萬租一個月 是不是可以拖得過 當然盡量拖得就拖啦 有些拖到六個月 被人高了 然後就立即找回兩個月 不要過我 不要收舖 就是擁有的方法 不過真的頂得很辛苦 他們的員工 其實每個人認識他的人都不想他有事 因為知道這個真的是一個好老闆 不過這次 是買民業 真的著了魔 因為 以往 大家都明白 民業市道升的時候 你賣麵包 打石仔 賣一個麵包要賺多少錢 我買一個店舖回來升值 又說這個店舖五千萬買回來 現在值兩億 你會 勝利充分頭腦 就覺得買民業發達了 買麵包那麼辛苦 也是拼命了 所以 他買了很多很多的民業 令到 這次 可以說 工班太緊太緊了 有機會真是 受不了 希望 他可以捱過這一關 例如說 適當的沽貨 減低債 填數 就出薪給那些伙計 那就不用搞得那麼嚴重了 其實房子 相對容易賣過 舖子 你肯丟價賣樓 賣樓的舖可能 賣樓的價錢 容易一點 舖子很難賣 尤其是高估值的舖子 以前的舖子值50萬租 現在跌到只剩下10多萬也租不出 你自己也不可以 全部自己開餅店 沒有可能 他們說 他們的餅店 麵包的生意沒有影響 疫情不會影響到麵包店 每個人都要吃麵包 而且又沒有限聚令影響 麵包人多 全都是外賣的 沒糖吃的麵包 所以 生意根本不受影響 可能有時間更好一點 問題就是 民業投資太大 過了火位了 那麼 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不是他一個人的 很多持續舖的民業投資者 全部都被人召喚了 因為舖位的股價 股價 股值 越來越低 很明顯 你看廣東道跌了九成 那個民業股價是不是要跌九成呢 不敢的銀行 一猜下去 更糟糕 那隻舖值10億 以前 200萬宗估值10億 或者起碼8億 現在那隻舖子怎麼賣8億 現在你賣2億 可能有人要的 因為 曾經賣過那麼高 問題是你不會那麼濟的 你覺得起碼也要賣6億 5億 但那些價錢沒有人買 十多萬宗估值10多萬 怎麼賣那麼多錢 兩億也可能未必即時有人買 這樣掉下來 你中間借了銀行的貨幣 借了銀行是不是要 補貨幣 補差價 很糟糕 所以 這次這個大浪 零售 是 重災輸得很厲害 不然大媽媽不會集體出聲 不會集體逼供 蕭偉堅這件事 其實只是冰山一個 還有很多很多 尤其是鋪位投資者 因為早幾年鋪位很旺 每個人都說到這個鋪位有多少錢 全世界最厲害 一個肺炎衝擊 所有零售都死了 才可以那麼糟糕 住宅反而 相對跌幅 小過鋪位很多 鋪位租跌九成 民業股價跌一半 腰斬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蕭先生可以大步濫過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真是的 在美國的視線上 散發 誘手 好像 硬 這 我們